Leo聊事記 天天有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孟加拉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6點鐘方向的MBL 選擇了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特色是三級時代史有折扣 而且他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三攻三防全都有 而且也有劍兵勇士強奴 但是沒有重裝馬功夫升級 但是他有大落馬 這就很關鍵了 越後期的比賽的時候 有大落民全滿科技的文明 優勢也就很大 那義大利人的缺點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但是有火炮火象折扣優惠 那後期也可以考慮點下 勒娜弩手對於騎兵造成大量傷害 不然他就只有一般的重裝長槍兵 可以稍微坦而已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孟加拉人 Viper選擇的文明 出身點位1點鐘方向 那孟加拉人是擁有三項之力的文明 大象擁有抗招降 而且還有抗額外增傷 還有點下派科技 攻速加成 所以孟加拉人他的打法 會比較偏向於大象文明 那他的工兵路線是比較常見的 那他沒有拇指環 所以會稍微弱了一些些 但他的槍兵也是正常完整的 最好還是要靠他的弱馬 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 反制自己的工兵或是相公 那如果現在這把是遇到義大利人的話 這一把就有趣了 到底是要打強弩呢 還是要打三項之力呢 還是要打相公呢 這就不得知了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部分現在看起來是黃金在上方 左邊兩塊附金 這兩塊附金的位置都比較尷尬 尤其是這一塊啊 哇這塊真的是難受 一定要插一根寶在前面 那如果你插寶在前面的話 對方MBL這邊也插寶的話 哇你就很難受了 所以這一把的重點 是看誰先能搶到中間這個位置啊 那這個位置我覺得是相當關鍵的 那MBL這邊黃金位置就還不錯 主金跟附金都在偏後面 這一塊附金跟Viper一樣 兩邊的附金都是有一塊靠前 那靠前的話就是可以比較針對性的去做 控圖的動作會更好一些喔 好MBL這邊把野豬想要拉回來吃 能夠拉回來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可以點掉 豬排趕快吃 那孟佳人對上義大利人 這個對決是十分罕見的 而且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難打的一個對決 因為義大利人雖然他的熱納奴手 對騎兵有偶外增上效果 但是孟佳人是有減傷的效果 而且他沒有騎士喔 通常還是得靠這個戰車 去做騎兵的處理喔 就當作騎士來用 但戰車本身也不是這麼的好用當騎士的 而且很容易被義大利人給射穿 沒有這個抗額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孟佳人很好奇喔 真的很好奇 Viper怎麼會 要怎麼樣打義大利人喔 這一點就真的很神奇喔 來看一下這邊 MBL已經被看到了 軍銀補在了後面 並不是棒棒開局 通常這兩邊的文明都不會有棒棒開局這個路線喔 那Viper這邊則是會有肉碼開局的優勢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Viper的肉碼對於毛兵就已經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但是Viper選擇了按理不出牌 我就是要走工兵 看到你走肉碼我走工兵 旁邊是一個反向開局 孟佳人這邊應該會趕快挖金礦 先出工兵 那家裡的部分一級農田一級伐木 要趕快來找個機會點下 一級伐木 伐木 點不下Viper這邊有記得嗎 是不是忘記了呢 還是這邊是一個特殊配置呢 一點看不太懂 一級農點下一級伐木一點了 OKOK剛剛存名按太多了 難怪按不下去 吵你的肉是去了哪 對他來說是點得下的喔 好MBL看到你轉工兵我轉毛兵 左邊被衝進來騷擾了一下 現在這裡有點尷尬 好一個高打滴 打掉這個毛兵 毛兵再拉過來 好再點掉 OK搞定了 那MBL現在要贏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肉碼繼續出 肉碼得到 這個數量穩定起來至少來到三隻 所以這裡不能斷肉碼 好肉碼趕快按 那VIPER這邊則是槍兵 還要再補一些 肉碼也要開始補了喔 遠對方轉出毛兵的時候 就是VIPER想要獲得的效果喔 你一轉毛兵 我的肉碼的優勢就會相當巨大 唉唷但這個殘血了 3滴血還是不要 不要秀 可能被秀到滿臉喔 走過來 空了一下VIPER的 柴果子的村民 被拉了回家 VIPER去出弓兵配肉碼 VIPER想要打出封建時代最強的搭配 那應該是可以的喔 因為VIPER的孟加爾人 他的品種 是有的喔 封建時代肉碼一攻一防 對於孟加爾來說 節奏是相當舒服的 哇這個傷害很炸裂 肉碼直接砍爛人毛兵 哇這傷好痛好痛 哇加2點傷害就是這麼的可怕喔 好VIPER的肉碼解決掉了所有的毛兵 VIPER的攻兵還保存到了5隻 現在NBL要準備升時代了 那再100多肉就可以升級了 因為大力人升級喔 是非常省支援的喔 好但這邊沒有停毛兵 還是有點害怕VIPER的部隊 好點下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點下之後 VIPER這邊要小心了喔 要趕快圍死 趕快圍死 好也要稍微圍一下 不然待會對方已經升時代了 這裡很明顯喔 VIPER已經沒有看到對方有在出肉碼 那一大一人這個時間點 要轉什麼兵會比較好 那目前看起來 直接轉戰毛兵配騎士 或者是肉碼繼續按都可以 但是已經轉戰毛兵的情況下 再去點肉碼 肉可能會有點缺喔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先升個戰毛兵 再考慮轉個騎士 稍微擋一下就行了 好 VIPER這邊準備升級 弓兵的部分在等變身 好 VIPER點下了青騎兵 的科技 好 零鎧甲跟品種 待會青騎兵應該是會直升 好 肉碼補了出來 喔直接走馬弓 不按理出牌啊VIPER 走馬弓這就很微妙了喔 你要遇到的是VIPER的步工兵 然後還要走馬弓 這一點就有點微妙了 微妙了 好結果這四隻村民蓋不起來還要被擊殺 四村直接獲得了這裡不用看了 全部吃光 肉碼直接砍爆你所有的毛兵 結果MBL戰毛兵的優勢沒了 但是馬弓出來 給到VIPER家裡一點壓力 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二級射點下 直接衝了進去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直接補3TC開農 我已經控住了你的城鎮中心 但你沒有控住我的 直接轉出了大象弓兵 OK 這裡稍微一個建築學 讓騎士衝不進來就行 馬弓只能慢慢射 好 青騎兵升級出來 象弓也出來了 我就在MBL走馬弓 對於義大利人來說這個打法 並不是太優秀 好 稍微打一下 但是確實還是 控到了VIPER的一些經濟 MBL 這一波騎士還在輸出 好 但是後面的城鎮中心蓋好 打回去有點困難 大象弓兵的血量很多 250滴 一般的馬弓血量 就只有70滴 50滴血 喊品種它是70滴 如果不含品種的話 哇 這個血量就來到了差距5倍 哦 好這裡 布公兵果然射穿了MBL的馬弓 馬弓要射贏 布公兵一定要量夠大 而且還要貼近才行 好 現在弓兵升級上去 MBL 要打馬弓 VIPER則是轉出了布公兵 那現在VIPER要打贏 最好的辦法就是 布公兵配肉馬 做一個搭配就行了 黃金全部投資給公兵 肉馬 稍微躺下前面 再配個森旅 反制騎士 問題就不大了 目前MBL是補下了雙TC VIPER則是3TC 開農 那現在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就是繼續你農我農 大家一起來開農 MBL這兩隻騎士被打到有點殘血 好二級射點下了 現在城鎮中心一直被點 農田有點難受 馬弓路線嘗試包掉這一坨兵力 後面有個小小高地 但是回頭一射 開始射正面的 又回頭射一下後方的 但前面的血量比較殘 還是先射前面的呢 但是VIPER也沒有彈到血 一定要攻擊才射得到 喔結果點掉殘血的 漂亮兩隻馬弓高地 後面的肉馬趕快去追馬弓 義大利人的馬弓無限 印象中都不是太好的一個結果 好那馬弓這裡稍微拉閥 還是搞定了這些肉馬 那接下來MBL 沒有打算要放棄走馬弓 修道院補不下 還有工程器製造所 那接下來就是用馬弓持續燒了 然後搭配奴炮 家裡防守 還有投石車 但是大象工兵走的好像有點側面 結果殘血的大象馬 大象工兵直接被點掉 殘血的居然沒有先拉回家補血 這算是VIPER的小食物嗎 好那遇到馬弓的情況下怎麼打呢 通常喔 孟加拉人喔 是可以走工兵 或是戰毛兵去防守之外 還有一個選項 是選擇走戰車路線 那我是覺得走戰車路線的話 打對方的馬弓優勢也是很大的 因為金瑞的戰車呢 血量有125滴血 135滴血才對 血量是蠻多的 所以以正面對射情況下 其實孟加拉人的戰車 遠程部隊對射 是不會射出一般的馬弓的 是連蒙古突襲都能射得贏 因為血量就是優勢喔 巨大優勢 那現在馬弓的部分 繼續出 VIPER這邊奴炮 生旅招翔 後面點掉生旅 後面奴炮招翔過來 拿過來用 直接點了一個救贖思想阿 那VIPER這邊的生旅呢 還有自帶天生雙三防的效果 所以防御率會稍微高一些些 好 掉殘血的肉馬 和這個馬弓 那VIPER家裡繼續農 還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惡農惡目 這個時間點才點下喔 但是比較晚點下的 VIPER直接嘗試招翔 但是好像有點難招翔到 只招到了一隻馬弓 第二隻有機會嗎 右邊的生旅被招打低 殘血走了回去 OK 最後兩隻馬弓 還在後面脫射 NBL解決掉了叛徒 現在轉出了大象公兵 走向公路線 走向公路線的話就不錯 但是NBL要來插城堡了 直接想要插在高地 控你兩個城鎮中心的農田跟經濟 NBL能夠如願以償成功嗎 這裡補了一個房子 NBL被迫往後把 城堡往後蓋 VIPER則是蓋在前面 但是這邊蓋是對的嗎 這裡有馬弓在射 NBL直接硬扛著城鎮中心的傷害 但是VIPER也是扛著馬弓的傷害去硬蓋 但是相公已經出來 一直瘋狂點村民 NBL這邊的馬弓 往前堵 就是要阻止你蓋寶 VIPER最後是蓋不起來 NBL則是把城堡蓋了起來 但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大象公兵 持續在輸出當中 但是也只能輸出到這裡了 這個城堡建起來 NBL優勢非常巨大 VIPER這邊很難受 馬弓還在輸出 TC重新補好 趕快駐進射箭 點掉了一些馬弓 騎士過來輸出了 現在城堂中心 要蓋好很困難 趕快把裡面的村民拉出來 幫忙蓋寶 但是右邊村民也受到了騷擾 但是VIPER在趁亂的時候 點下了帝王時代 NBL這波打得十分漂亮 馬弓配騎士 直接打穿了VIPER的經濟 VIPER這邊臭民出 下降的有點多 但是TC射倒了一堆騎士 NBL居然沒有補下馬鎧 這個有點小傷了 一把城堡蓋好 NBL開始轉出了熱納雅奴手 熱納雅奴手 對於孟佳恩來說 如果不是大象部隊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射穿 尤其是戰車這個單位 沒有額外抗爭上的效果 但是如果是大象的話 就有三項之力可以用 VIPER這邊是決定要走戰車路線了 TC這個被射倒 右邊補了一個城堂中心 VIPER帝王時代上的快 巨型投資機應該可以拿下這兩棟城堡 問題不大 問題是現在要走什麼樣的部隊呢 那熱納雅奴手呢 雖然是可以克制戰車的 但是戰車的射程 他的射程是4加2 兩邊都是4加2 所以正常對射來說的話 是不會有射程上的優勢或劣勢的問題 但是熱納雅奴手他有巨動科技可以用 防律會再更好一點 但是以血量來說 不管怎麼看都是戰車對射會更有優勢一些 那義大利人這邊要拿到更大的優勢 可能還是要轉出精銳的時候 才會更好一點 但以成本上來說 義大利人還是比較便宜 好 VIPER這邊在嘗試也要進攻控圖了 中間這個地帶趕快補一根城堡 左邊這裡插一些燒彈插在門口 額納奴手直接射穿了後面的經濟 哇 MBL這一波熱納奴手走了進來 十隻熱納奴手給的壓力很大 這裡VIPER也被迫收村 左右兩邊巨型投司機正在攻城 這兩根城堡能夠守得下來嗎 後面戰車也在繞 看能不能繞到一些村民或是可以反擊的機會 MBL好像沒有辦法阻止這一座戰車持續的騷擾 好 VIPER直接點下了三級的弓兵鎧甲 化學已經好了 化學也好了 三級射也好了 欸 化學還沒有好看 看起來還沒有點化學 還沒有點 好 那現在右側的位置 騎士直接抓到大量村民 VIPER這邊直接炸裂 哇 這裡直接被抓掉了23村啊 右邊的墓區直接被砍爛 反而VIPER的村民術相當領先 現在已經變成非常落後的狀態 但是VIPER 你怎麼突然開始插對方了呢 MBL應該是有看到的 好 這邊在敲東西 在敲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好 城堡這一個 應該是要拿下了 但是中間這個城堡應該可以狗一陣子 MBL這邊在等化學等火炮登場 那看起來右邊這塊區域被射穿之後有點難受了 現在VIPER沒有辦法點下化學 但是傷害也是有點 不是這麼的優 好 這沒有馬凱的騎士也要射很久 這個數量有點少喔 好 正面的巨型投資機 拆掉了VIPER的城堡 VIPER的巨型投資機拆一點被射倒 好 重新架了起來 MBL瘋狂修城堡 拉了13隻村民狂修 但是正面的部分 這裡也被建了一根城堡起來 但是沒關係 有火炮了 但是現在MBL的黃金不夠 火炮有點難產 正面的火炮已經準備按出來 但是感覺在火炮出來之前 自己的城堡就要倒了 VIPER搞定了MBL城堡 這邊開始出了戰毛兵 先反思一下你的勒納奴手 不然太麻煩了 好 戰車這裡有機會 抓到MBL村民 好 這裡也在按戰車 好 那這邊巨型投資機 直接反殺了VIPER的城 這個巨型投資機 WTF 好 火炮這裡有一台 開始在輸出 左邊這兩台巨型投資機 也有危險了 VIPER還沒有意識到 事情的嚴重性 現在巨型投資機被拿掉三台 只剩下兩台活著 本來五巨頭變成兩巨頭 第四台巨頭也要被拿下了 VIPER現在有點尷尬 本來可以繼續延續攻勢 但是巨型投資機全部被拿下的話 就不能落背從這裡溜過來開拆 只剩下一兩台了 現在是本土保衛戰的問題了 現在騷擾可能還是有點吃力 但是VIPER並沒有放棄騷擾路線 還是有用這個戰車去做多線打擊 但正面的部分 勒納弩手果然馬上就射穿了戰車 戰車毫無招架之力 好 VIP這邊決定要轉生鋁嗎 重新補了一根城堡 想要把這五個生物給控住 這毛病稍微反擊一下 好 現在兩隻生鋁開始在暗了 孟加拉的生鋁只有異端邪說沒有 其他都是全滿的 所以他也是很適合打生鋁戰的文明 但生鋁內戰的話可能就會打輸了 沒有異端邪說通常還是打不太贏的 但是沒有關係 義大利人他也沒有異端邪說 而且他的生鋁也是跟孟加拉一樣 兩邊都是同樣的狀況 但是通常這個情況 像有義大利人也不會去轉生鋁戰 而NBL這邊最好的方法 就是轉出大肉馬 就可以了 剛講完就點下新起兵了 不用去跟對方對生鋁 我有大肉馬的文明 就是比你舒服一點 NBL這邊是有肉馬的優勢 VIP則是沒有大肉馬的升級 VIP這邊生鋁 開始慢慢想要給壓力 巨型投石機 要被戰毛病給點掉了嗎 差一點血量拉了回來 但是後方有生鋁在招響 巨型投石機可能還是得倒地 VIP早就預判了你的預判 你敢過來修 我就敢過來招響你的村民 VIP這邊戰術打得非常好 克制住了這一波的壓制 生鋁出來之後 VIP一定要專心控生鋁之外 還要想辦法解決掉這一根城堡 巨型投石機可能還是要繼續量產起來 趕快再按一些 然後再把巨型投石機拉到左邊這個高地 他的火炮趕過來 我就敢焦韜 所以生鋁配上巨頭 這個是孟家人的陣地戰 最好的辦法的反制火炮文明 至於巨型投石機該怎麼處理呢 這就是要等掉拆除城堡之後 再轉出落馬或是戰車 才有可能處理得到 現在這個時間點 VIP要打贏對手 是比較吃力的 但是村民術MBL一直是在落後的情況 資源量已經落後了大約6000多 看起來MBL是一直在進攻的 但是他其實村民是非常落後的狀態 這裡戰車一直在騷擾 讓左邊這些村民的數量一直往下掉 或是持平的狀態 所以並沒有讓VIP受到非常大嚴重的打擊 他的經濟一旦不好 前面的兵力就會少 VIP也甚至這一點 戰車一直到處瘋狂的去控這些高地去反擊 Dalena 螺索一回來 直接射穿了這些戰車 VIP這邊也在轉肉馬 我一起來是按大象攻兵 這毛兵過來解一下 MBL這邊經濟非常極限 沒有一個是三位速的 太難受了 火炮開始慢慢往前推 VIP這邊升旅開始有機會 欸 救個MIPER的僧侶怎麼好像倒光了 只剩下一隻 感覺剛剛清奇兵有抓到MIPER的僧侶喔 好 大象工兵在右邊 MIPER的右邊這一次也是死傷慘重 哇靠這一波 MBL 騎士又立了大功 哇 砍了六村 這隻呢 砍了兩村 哇 這個村民樹兩邊都在互相傷害啊 哇 好刺激好刺激 好多地方要看 好忙好忙 好 倫亞奴手被解決掉了 這裡又補一個城堡 你直接補在人家的城鎮東西是什麼意思 MIPER 太過分了吧 這個能蓋得起來嗎 我覺得有點偏困難 這個是MIPER的食物嗎 我怎麼覺得有點像 MIPER這一波村民死的有點多 MBL的村民樹回到了87村 還可以再多一些 右邊補下一根城堡 戰車直接變近戰攻擊 開砍 有負上傷害的效果 但是肉麻數量有點多 後面還有一根劍塔 這一波可能是難扛起來 這裡的村民 沒有蓋石搶防守 蓋寶的村民 這裡可能要炸裂了 城堡要被建起來 但是戰車不在這個地方 也變成近戰模式 開砍 趕快砍 但是MIPER的近戰攻擊力並沒有提升 只有10加1的傷害 但是戰車還是擋住了非常多的傷害 城堡再次建立起來 結果中間這個城堡 還是被MIPER順利拿下 惡納如此 重新往前想要點掉殘血巨頭有機會 但是被修了回來 後面的三隻僧侶直接應招 但是戰車已經殺到了MBL的家裡後方 這裡很危險 MBL隨時都有倒的機會 但是WIPER也是 右邊的村民還在持續被砍 太痛苦了 兩邊這個極限騷擾戰 兩邊村民術開始持平了 WIPER這一波 大象公兵配落馬 要配上少量的戰毛兵 MBL的火炮在裡面 沒有找到機會可以出來 但是左邊兩邊開打了 這裡火炮應該要出來幫忙 但是後面沒有城堡的防守 新起兵上來開始砍 森裡這邊但是考慮要不要招搶清起兵 我覺得還是得招 哇這裡有點慢了 來不及招嗎 還是來得及呢 這邊清起兵應該是沒問題 招搶到了 MBL並沒有看到左邊三隻 清起兵被招搶 右邊但是打出了很好的結果 正面的部分 戰車還在砍 這個地方也被控了下來 戰車開始繼續給壓力 MBL一直按這個肉碼 去擋住戰車的進攻 但是VIPER右邊也要招少毒手了 哇這隻新起兵已經砍了15隻的村民了 一隻肉碼賺15村 你說賺不賺 反正是賺爛了賺爛了 MBL雖然村民數也在下降 但是他還沒有輸 反而是VIPER的村民數下降的速度有點快 戰車好像要突破這邊的防線了 村民直接拉過來打架 但是打這個新起兵已經是三級馬開了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啊 哇這個打的有點難受 MBL現在是經濟有點炸裂 但是VIPER也是71推88 哇哇哇哇哇哇 這一把打的好精彩 哇太多地方要看了 好忙好忙 好看關鍵是這裡了 這邊的四個聖物 秋道院打噴出來 這個地方能夠拿回來嗎 WIPER的經濟也是有點下滑的有點嚴重 這裡沒有城堡實在是太傷了 只能靠部隊去防守了 好RUNA奴手 現在數量沒有辦法再繼續生產了 NBL城堡已經損失殆盡 現在只能靠著漏馬先扛線 找個機會點個大漏馬 可能對自己的勝率會有所提升喔 但是現在要跟穩住清奇兵的數量就有點困難 漏馬的部分要再更多農田才行 看MIPER一直在針對你的農田進行打擊阿 好在這邊要搞定了 好這一波 洛馬往前 但是被清奇兵 被清奇兵怎麼撤退了呢 這個部隊應該是能打的贏的 好MIPER大量部隊往正面靠龍 好嘗試射一下MIPER這邊低打高 有點打不太贏 三級馬凱的漏馬 後面抽點火炮 火炮搞定 工兵往後拉 現在要小心 不能讓工兵損失太多 不然就搶不贏 後面城堡補傷害 心情必有機會打到僧侶 MBL沒有拉出去直接手撕僧侶 選擇了撤退 這一波MBL 家裡的部分還是有點著火 雖然肉馬一直有在按 但是有點快要空不過來 但是MIPER右邊又損失了大量村民 這一波又砍了11村阿 MIPER現在存不出 怕要跟MBL持平了 MBL這波機會有可能打倒MIPER嗎 那我覺得MIPER應該投降的機率是比較偏低的 自己還有工程器 前方還有山洞城堡 可以繼續騷擾 反而是自己家裡是雖然被繼續亂砍當中 但是正面都坑又開始推進了 四個聖武還能拿回來 MBL這邊則是沒有城堡 可以去反制了嗎 好但是這一波肉馬還是砍穿了VIPER的村民 先起兵還在砍 還在砍 好現在家裡的戰車問題也解決了 MBL家裡也擋住了 兩邊雙方家裡也開始慢慢局勢穩定的下來 MBL現在要思考的是大肉馬 要不要點 但是沒黃金 只靠肉馬也只能撐一死 正面的部分還有很多的強弩 還是長個戰毛兵的升級呢 戰毛兵升級現在升上去也不是問題 先打個垃圾戰術 大肉馬終於提升了上去 這塊黃金要找個機會拿回來才行 好現在MBL黃金歸零 補了更多的馬丘 想要走一個肉馬 稍微扛一下 肉馬繼續騷擾的路線 又抓了幾村 MBL的村民術終於反超了 MIPER MIPER的村民術已經落後了MBL MBL要打一波 MIPER要打一波了嗎 劇情投司機再偷偷開拆 好這裡只剩下四隻村民在種田 MBL的大肉馬的優勢已經開始滾雪球了 後面 VIPER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但是肉馬一直在騷擾有點麻煩 化學VIPER一直沒有機會可以點下 工變傷害還是差了一點 好左邊這一波肉馬要進來騷擾 MBL這邊即時攔截 VIPER是先點下了強奴升級 好正面大肉馬 這邊也要找個機會把巨型投司機給拿下 後面戰車擋住了肉馬的騷擾 正面強奴射穿肉馬 現在VIPER經濟開始慢慢好轉 MBL也是 兩邊的家裡的經濟開始穩穩守住了 這個戰車再砍爆了 好左側肉馬6的進來 強奴往前點 點掉兩隻 好巨型投司機開始拆 化學終於補下 VIPER這一坨強奴讓MBL非常苦惱 戰毛兵提升上去 垃圾兵擋一下 戰毛兵射箭場數量夠嗎 感覺不太夠喔 完了MBL這波可能會直接被射穿 巨型投司機來了 肉馬6到了後方 VIPER的村民處依舊是落後的狀態 但是正面的強奴好像沒有辦法可以解決 肉馬遭翔 肉馬騷擾 正是有城堡 防守 打掉生旅 打完就走 正面的巨型投司機開始拆除城鎮中心 戰車也是過來防守 所有的兵力都在這裡 MBL嘗試突圍 來了嗎 先解決掉生旅 搞定之後 往後拉 沒有打算要先正面進攻 再回頭 再想一下 肉馬再囤一下數量 這邊這麼大的肉馬 有機會包掉嗎 MBL正在想要包抄 但這一波直接攔截過來的資源強奴 強奴被抓掉了很多 VIPER這一波有點危險 MBL 有可能可以反殺VIPER 有可能嗎 但是戰毛兵也在送 兩兵都在互相送兵 好 大肉馬來了 正面衝 看一下這一波 MBL大肉馬的包夾 VIPER在高地 強奴高打低 射穿肉馬速度很快 後面戰毛兵努力輸出 前面的戰車跟肉馬 砍住了地線的前排 但是肉馬的速度下降的有點快 強奴這邊還在輸出 三十幾隻的肉馬 快要被VIPER的強奴射光 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這場打的實在是有夠驚險啊 後面的大肉馬包夾也是相當精彩 但是重點的戰毛兵數量並沒有成型 所以沒有辦法很迅速解掉這一坨強奴 但我覺得即使戰毛兵真的數量有起來 可能也不一定能打得贏這坨強奴 原來MBL這裡是沒有點下三級的工兵鎧甲的 可能換到最後面 VIPER還是會剩下二十幾隻的強奴 打贏這些戰毛兵 那我覺得MBL這邊的戰術 控的這個高地控的很好 但是怎麼說呢 這一邊的處理並不是這麼的好 巨型投死機一直在前線 並沒有撤回 把家裡這些的城堡給拆除 就變成我在進攻是沒有錯 但是我也正在被進攻 但是對方有巨型投死機跟僧侶的壓制力 會讓自己的壓力非常大 雖然自己有火炮 但是在處於這個情況下 回頭拆掉這三根城堡 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好 那VIPER這邊是已經拿下了資源上的勝利 贏了1萬億的資源 後期獲得到了5勝物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一會見 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期會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